31岁以下年轻人租房奖金最高4年内减免2000欧元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意大利2023年的预算法内提供了一项 关于31岁以下年轻人的租房奖金 旨在减少年轻人的学业就业生活压力 能够让20至31岁的年轻人在房租合同的前4年内 获得最高2000欧元的减免 该奖金需要提供家庭收入 Easy Easy 不能超过15493.7亿欧元 适用于整房出租 也能适用于单个房间出租 但是并不包括那些以旅游为目的的租房和那些公共住宅 租房奖金将根据住房合同金额的20%来计算奖金 最低4年内总共可获991.60欧元 最高可获得2000欧元的奖金 举一个例子 如果合同的年费为10800欧元 那么就可以获得最高2000欧元的奖金扣除 因为10800欧元的20%相当于2160欧元 超过了最高上限 那么即最高可扣除2000 如果合同年费为4200欧元 那么奖金将为991.60欧元 因为4200的20%相当于840欧元 低于991.60欧元 那么获得的奖金将为最低下限的标准 青年租金奖励将以税收抵免的形式出现 并不是直接的房租折扣 奖励可通过纳税申报表提交 抵扣每年应缴纳的税款 一共可以持续4年 同时 界定是否符合年龄条件需要根据生日 也就是说31岁的人 直到32岁生日之前都可以享有该权益 如果一个人在31岁那一年获得了该租房补贴 那么在之后的三年里也都可以延续这个奖金 如果是合租 那么只要是符合年龄的人都可以获得该奖励 该租房奖金十分适用于在意大利留学 工作以及独立生活的年轻人 界友们符合条件的记得 在提交纳税申报的时候 把租房合同以及承租人身份资料一起提交 就可以了